这是今年5月 北韩试射火星12型飞弹的画面 如今北韩疑似再度发射同型飞弹 时间就在台湾时间29号 清晨4点57分 飞弹飞越日本上空后 坠入太平洋 飞行距离大约2700公里 最高高度550公里 一大清早日本被害到地区 就警报声大作 东京街头随后更发送快报 会如此紧张 因为这可是北韩飞弹 第一次破天荒 飞过日本领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严厉谴责北韩的行径 同时日本自卫队 也进行爱国者三型飞弹 拦截系统测试 展现坚强的防御能力 至于南韩方面也欢迎颜色 罕见立即公布成功测试 新型弹道飞弹的画面 南韩一方面展示武力 一方面巨船已经找握勤资 北韩在丰西里和试验场的 两个坑道已经完成 预料9月9号北韩国庆日这一天 可能会进行第六度核式 另外也有专家指出 北韩可能会使用 70年以上的老飞机 在核弹轰炸南韩 以躲过新型雷达的侦测 看来金正恩的每一步动作 都将牵动着全球局势 记者综合报道